好 在这两年来我们报道所有跟医疗相关的新闻 因为连着疫情似乎都让人听了比较沮丧 不过今天医疗科技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就是器官供应 美国马里兰大学首创成功将一个 第一次把基因改造过的株心脏移植到病患体内 这个病患三天之后能够自主呼吸 恢复意识 那么这个手术的长期影响还会观察 但是这是器官移植史上空前的里程碑 全美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10万人 每天有17个人等不到来不及 如果这次株心脏移植到人类体内 过去的限制被突破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医疗团队小心翼翼将株肢体内的心脏取出 泡在一体中保存 接着立刻送往另一间手术室 装在XVIVO体外保存系统的株心脏 穿过满满的仪器和手术用具 器官移植分鸟必真 这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本月7号进行的特殊手术 外科医师将株心脏移植到人体内 是医学史上的首例 但在移植之前 株心脏得先经过基因改造的大工程 科学家先找出株心脏的三种基因 会产生抗体导致移植入人体后出现排斥情形 还有一种控制株心脏内部组织增生的基因 将这四种基因全部去除后 再植入六种提升接受度的人类基因 前后一共进行十次基因编辑 才成功改造出一颗能适应人体的株支心脏 接受移植的患者是现年57岁的美国男子班奈特 他有心脏衰竭和心率不整等问题 被判定不适合接受人体器官移植 奄奄一息的他已经在医院使用仪器 维生一个半月得知这项实验后决定冒险医师 这项实验性手术去年12月31号 获得美国FBA批准 医师也向病患说明 手术结果可能只会让他再活半年 或是更短时间 索性这场手术相当顺利 从早上8点半开始 7个小时后结束 株支心脏在人体内迅速跳动 患者则在术后三天可以自主呼吸 这项实验性移植对患者的长期影响还是未知 倘若成功对器官移植将有相当大的贡献 目前全美的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上 有十万六千六百五十七人在排队 平均每天有十七人因为来不及移植而死亡 目前常定的株支器官移植仅限于心脏半膜 去年10月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 成功将株肾脏移植人体 没有出现排斥问题 医学界希望继续突破解决器官供应的难题 医疗团队估计接下来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 还会对株支心脏发动好几波攻击 他们也制定了一套全新疗法 希望让这回的株支心脏移植手术 能有完美结局 TVBS新闻最后报道